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rcons来了 今天周末我們來吃一家很有名的插頭店 叫做Rodafone 它在這一個是蠻有名的 麵很常來 它有點比較特別的就是它有複雜菜 比較不像這個就是牛紅肉 然後是整個西蘭酥 吃起來超熱超巨鮮的 很喜歡這一家 然後剛才Q1點了一個 不知道是熟的牛肉 看起來就是抽很色出的樣子 我們來吃吃看 要我來吃牛蛇 因為我還會很餓 有多甜的牛蛇 其他三個都沒有吃看的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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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換一個 我看一下它長的樣子 好香喔 而且就配合這個音樂 還有它做Rod整間店就是很有味道 很嫩 然後它有點 應該是檸檬的味道 就有點酸酸的 然後搭配有點 甜甜 然後有一點點辣辣的 醬汁 超超好吃喔 牛蛇的 是入口的 哇 這個叫做Mixed Fruit Gelatin 它裡面應該是有一些水果 它裡面應該是有一些水果 然後顏色非常的均勻 不知道是什麼口味 凱文點這個呢 是因為他以為他是喝的 結果沒想到是牛豆 也好 常常看新的東西 欸聞起來像分打氣水 你的最愛 我最愛 對啊 你們最愛啊 超滿色素 乖乖乖 就像小時候我們吃的那個小火動啊 台灣也有肉 很多顏色的小火動 小小火動 這個牛肉 可以吃啊 可以吃啊 有 這麼大口 看起來是很好吃 很嫩欸 那個牛蛇 好吃嗎 超好吃啊 變得很誇張欸 倒是第一次吧 是嗎 我不知道吃不出來什麼水果 我就知道你會喜歡這個 就很難挖 今天我們要跟朋友去一家 Speak Easy酒吧 它叫做The Underground 是在Mont Museum的地下室 它在這邊呢 是一間很有名的酒吧 我跟Kevin之前就一直都很想去 但是都沒有機會 今天終於可以去看看了 所以我們兩個都還蠻興奮 蠻期待的 然後今天我有稍微打扮一下 想說 久久去一支酒吧 要漂亮一點 那我們就出發吧 現在我們走到The Mont Museum的後面 要來找這個Speak Easy酒吧 當你看到前面這個酒桶呢 旁邊的樓梯下去就是那個酒吧 在進酒令頒發的那個年代啊 酒吧都地下化 被稱為Speak Easy Speak Easy的意思呢 就是要小聲說輕聲說 不要讓執法人員發現的意思 那當時呢 你要進去那個酒吧 都要跟看門的人說一個正確的密碼 然後他才會放心讓你進去 因為他就可以確認你不是警察之類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去那個酒吧呢 也是要給他一組正確的密碼 他的門口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要按這個電鈴 這邊這個電鈴 然後這個就會打開 你就要給密碼 我講錯了 我講錯了 你真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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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昨天的 OK Botter和蛋 對不起我不是說 Biddy and Gong 但忘記了 你意思還是不對 他講什麼 你告訴我 我不知道 我沒有聽到 對呀 我現在試試看 我看一下 你給我一個提供 我可以拒絕 我給你一個喝 我已經拿了 我已經拿了 我給你兩個喝 我已經拿了 我已經拿了 你可能會在她的YouTube頻道 那還好 我還好 我不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說 那是Captain Kirk born 那是什麼 那是Captain Kirk born 是Captain Kirk Earth 對 他在錄製 啊 什麼? 我要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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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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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in.prime red 这个好像要17块 我点了这个是用冰淇淋的饮料 我现在在里面的博尔像都很刺激 它是在CANETA上面 它是酒的好可愛好特别哦 上面还有一个美人鱼 今天我们要跟朋友去堵城大道上一家很有名的餐廳吃饭 它叫做Hell's Kitchen地域厨房 因为机会很难得 所以我有稍微打扮一下 我穿了一件黄色的脸身短裤 然后戴了耳环 化了一点妆 我觉得整个还蛮夏天的 好 那就到那边再拍给你们看 第一厨房是Gordon Renzi开的 那它很有名的一道菜呢就是Beef Wellington 另外呢我在他们的网站上也有看到它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点 叫做Sticky Toffee Pudding 那今天我们要去吃的午餐套餐就包这两道 就是小店啊 都是小店的人 可以吗 我要拿 interviewed 那一下 好 超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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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煎干貝 很好吃 很嫩 謝謝 這個就是它最有名的Beef Wellington 然後它還點了一塊鵝肝在上面 然後這是我點的 我點了一個和牛 超級香的 很嫩 然後裡面很橘子 它外面只撒了一點點鹽巴 就非常的好吃 它這個就是有牛排在裡面 然後外面裹一層酥甜 還有這個Mushrooms 就是模糊 打碎以後包在中間 它的口感就是 很軟嫩 然後 味道也不會過水 但是 好像吃不出什麼牛排的味道 因為它就是很軟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我的 這麼多牛排 哇 好像來到仙境 喔 好鮮喔 剛剛吃完它又是 然後我們的想法是 有一點小小的失望 像我覺得 總體的NEO 因為我們主要是去吃它的Beef Wellington 但是我覺得我點的NEO 然後跟它後來加點的之間 都比它的有名的Beef Wellington 就是 怎麼講 它的質感就是有 它 因為它 本來就是用菲力牛排 菲力牛排版就是 應該是那樣的口感 所以我們 一直以來都不是菲力牛排 可是它重點是 它的 酥皮沒有到非常酥 然後它 裡面的 那個 Mushroom Mushroom Duxo 也沒有特別的香 然後它的牛排本身 就不是有非常多的味道 所以你整個綜合起來 根本就是有點沒味道 而且它實在是 太軟了 對我來講 就是幾乎沒有牛肉的那個嚼勁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啦 跟我們想像中的 有一點落差 但是我 像我點的那個和牛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最後我們還點了一個 Coconut 椰子的甜點 也很好吃 然後 咱們 打開 我們 我們 然後 我們 我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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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